然后呢 我们还会遇到fetch这个 fetch这个呢 里边呢 我们现在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动 我们把它单迪了出来 我们不想这个再去 每次再去掉fetch一大堆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都是一样的 所以来讲呢 那么我会每次的去 掉上同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fetch.js fetch.js fetch.js的这个样子呢 大概就是这样 export default 直接把它async async function 这样的一个function 分号 然后在这呢 我们会去 首先会去try try的话呢 就是let res等于await 还是这个东西 然后fetch 上面这个async这个function 在给进去的时候 应该有参数 uil和options 我们来 fetch fetch的时候就直接fetchuil fetchuil和 以及后边的options 好 那么如果你fetch ok 那么let 它里面有几个东西 我们能拿到 一个是ok 一个是er 一个是data 那么我们等于await r.res.json 那么f 我们看 如果ok是对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return谁 我们会return data 对吧 那么else 如果出错了 什么情况 那我们就castle一下 我们说一下这事 我们顶多也是吼一声 那么eror 这个写成eror 跟log没区别 只是说 它给你变个颜色 这个也不影响任何东西 就是出错 然后这个呢 er 把er打印出来 然后呢 这个底线呢 我们会继续把它 throw出去 throw new error er 也就是说 它外面如果再有try的话 就会cash到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呢 那么在 这个地方 它就开始cash它了 ch ch1 就是catch sorry 然后呢 console .log e 然后呢 继续throw e 就是其实来讲 它每一层都想看一眼 看完以后呢 它继续再往外扔 好 那么我们整个这块的这个代码 其实就是把里边整个都包起来了 包起来以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在 us-list的这个地方 稍等 找一下 好 在us-list的这个地方 我们会继续把这个东西拿进来 就是import component d的mount 对吧 括号 在这 那么这是我们let data 等于什么 等于现在 avit外边这个东西了 因为在里边 我把它包装起来 avit fetch pch json 然后它的路径名是啥 -s-u st 对吧 然后底下呢 有一点 我们是this.props 因为你在这 你在这的时候 你记住 你不能直接那什么 因为你用了redis 所有的数据 你已经没有内部的state状态了 你所有的这个东西 现在是在redis里面 所以你接到它以后 干嘛 你在这 fetch完了以后 你干嘛 往外抛 对吗 你要dispatch 因为别人有可能也用这个数据 明白吗 所以现在你把数据交代到store里 所以这是 -props -get users 对吧 把用在这 绑上来的 这个能够抛 dispatch action的 这个东西 调整起来 然后把这个data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的话 那么如果 等那什么来了 在这边 我们来列一个表格 把这个数据再接进来 比如table -table 然后这个东西 就是 这是html的供给了 thead -thead 然后底下是tbody 底下是-tbody 对吧 这个没错吧 然后上面th里面是啥 tr对吗 -tr对吗 然后这个一共有三个分别是ID 姓名和年龄 ID 或者叫用户名 第三个是年龄 好吧 然后底下呢 tbody tbody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做了 tbody 你得又得写了吧 是吧 又是第四大括号 对吧 第四这个 如果不是看直播的同学 这个自己要写啊 每次这是都是练习的 这个users.map 对吧 然后后边是一个 里边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是啥 稍等 这个 这个 这个有时候 这个 ID会自作组装的 给你把后边的东西删掉 我觉得这 很脑残啊 这个行为啊 然后在这里面 写一个箭头函数 对吧 然后这个箭头函数 后面是要返回一个tr 所以它是 圆括号 不是花括号 花括号的话 你就得自己写return 对吧 然后这儿出来 这儿一会儿是什么东西 是tr对吗 我们一会儿tr里td是啥 我们再说 对吧 先把这个东西弄还了 别让它出红的 然后在这儿 这儿呢 有两种写法 一种写法是写一个atom 当然来讲呢 写一个atom 后面一会儿atom.id atom.name 你也可以把它这么写 就直接把它弄出来了 id name 然后age 一会儿就直接可以用 它短一点 然后这个是index 也就是说你相当于 把这个东西里边套上 这是es6的一种语法 然后tr 底下这个东西怎么弄 tr首先要key对吗 key就是id就完了 这个东西是天然的 对不对 我在那边已经控制了 对吧 然后 然后这个地方是td的 id name 整个配置完 配置完的话 我们在这 在table上稍微加点料 要么你那个table 它不显示 我们给个boulder 比如RDR 等于1 配置一下 它这个什么的 然后一般我喜欢 Sales spacing Sales spacing 我们说过 Sales spacing 是就是中间 它那个空格的位置 等于0 然后宽度呢 DTH 宽度就不设了 这东西 是吧 好 我们来现在看一眼 有没有错 User's list is now defined 没隐 Import user List from .gong component .user list cannot find the fetch 拼错了 这 f-e-t-c-h 出来吧 别再翻错了 对 ID name edge 这个地方打错了 这个地方是 大括号 好 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 整个这个里面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 当我们跟 Redux来沟通的时候 我们要把所有的 我们从远端 拉回来的数据 然后通过 star里定义的 或者 actions.js 里面定义的 这个方式 然后先把它 dispatch出去 然后把它 say到star里面 然后再通过 star里面 抓出来的数据 然后同步到 自己的这边 然后来显示 这就是单项数据流 也就是说 你自己拿的数据以后 不能自己直接渲染 而是要扔到star里面 再出一个 而且因为你的数据 有可能有好几个地方 都在看 那么如果有好几个地方 都在看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够 用这种办法 很容易的 让其他人 也其他的组件 也能看到这个 这个东西 一会儿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